手肘内侧痛怎么办 缓解手肘内侧痛 只要三个步骤 第一步用按摩球按压屈腕肌 这样可以放松肌肉 减少肌痛点 转动筋膜 四足跪姿 将手指转向自己 上臂拉紧后转动筋膜 这样可以增加血液循环 促进修复 拿一个水瓶做离心收缩运动 手腕往上弯曲 慢慢的把水瓶往下放 越慢越好 这样可以训练屈腕肌 一群的离心收缩 最后增加肩胛骨 与前臂上臂的控制力 四足跪姿 保持平衡和稳定 这样可以预防再次受伤 以上就是高尔夫球肘的 完整复健方法 如果你觉得有用 欢迎点赞关注哦